这一家的跳闸现象才是真正的悬疑大片 已经一百多个小时没跳了 昨天晚上发生了最严重的跳闸 这几天电网的设备一直在监测 室外还有一个 在室外还有一个总电闸 这里也加了个仪器在监测 在记录 在这个位置又加了个监控录像机 看它什么时候跳 另外电网的师傅在变压器这一块 在这个美式变压器内部 第二侧也加了个电能质量检测仪 装上以后四天没有跳闸 但是昨天晚上发生了故障以来最严重的跳闸 它这次跳的有旁边邻居的这些小闸 二百二的小闸 当然他们家的个总闸也跳了 他们里面的那些分闸也跳了 另外还有跳下来的 就是邻居家的这些电闸 都是二百二的店长 也跳了 这边这些用户的店都是从一个主电源线上接下来的 另外跳的还有这边的住户 以前都没跳过 这次跳了 这个吧 这里有一家是吧 这里有一户 然后这里也有两户 这几家昨天晚上都出现跳闸的情况 他们现在都能正常合上了 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店里又出现两次跳闸 今天早上跳几次 大概就是现在是第三次跳闸 都是跳里面 外面暂时没有跳 所以说这个问题很神奇 更神奇的是 这是一个手机和监控录像 它一次都没跳 那昨天的跳闸监控拍到了吗 在这个地方装的监控 录了四天没跳闸 觉得没问题了就撤走了 结果晚上就跳了 所以它就是这么奇怪 他们说下午还得把监控装上 继续拍 今天早上我是九点半起床 然后他们九点半到十一点半左右 两个小时跳了五次 跳了五次 然后大概十一点半左右 把摄像头放在这里 现在已经快一点钟了 居然一次都没跳 你看这种现象 就感觉是不可能的事 还真的像是人为的 但是我们在现场的不录像的情况下 确实是看到它跳了 所以这个事还得再继续 继续跟进 希望能有结果 如果有结果 我会及时地给大家分享 刚刚跳啊 对刚刚跳 外面跳了没 外面没看它跳啊 这里也只有没有变 外面这种情况 外面的话跳完 这个全部跳完了 后面我所有杂都没打 外面会跳 有这种情况 就是所有的杂都拉了的情况下 外面的杂都跳 但是说这种情况不是每次都有 一下子 直跳这个 怎么拿跳了 分杂一个没跳 刚才在这里跳 还跳这里 现在在这 不跳 电路坏三天了 没找到原因 这就是整个的 从里店 整个的 从里店 里店的物业的 在里 给我看了 他说是怎么来 就是什么零山有店 在配点交代打开 对对对 好 那上面要哪 没这样 现在 杂是拉下来的 火线三项 三项 对 对 整张 零线呢 这零线啊 这零线啊 底下 二百 从下边上来的 对 这是个 这是个 控制的 下面有档 我拿一下 拉路这个零线还带二百多伏的电 不是你楼下真用电正常吗 楼下一直就是正常的 那去楼下看 从楼下上来的 水的地方啊 嗯 去楼下看 我听过把那个电 啊 插了啊 那个灯插了 啊 这个那个地方 他就控制了那个地方 不露水 我估计 这两个地方应该是 这个这个这个相关 先去楼下看 走走走 啊 在这儿上啊 哦 这是进 这是粗 这是零线 我现在尝尝 零线断了 它这瓶里边都有回路的 啊 我这电瓶里边都有回路 这零线 零线在这儿断了 这是零 这些好 出来 都带电了 这有问题 这个电瓶这一块有问题 上面也糊了 这 这是有连接的地方 啊 不一定 啊 它有可能是触点不好 触点 啊 哪一个是 嗯 这个有没有上去 我 不 好了 那咱去啊 你给算 算个味 还真去 算人家 算个味啊 缺行 把这个 这是现在给人 这个都怎么样 换吧 换闸吧 这是一个四匹的 漏点某个技 就是 就是 哪一个 就这个 这个 就整个这个 25安的 32安的都行 有 有32安的 这是 这是一体的 啊 嗯 嗯 林先生在左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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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压伤啊 做什么 虚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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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通 有时候都不通 不通 就是一个通 就是一个通 啊 电脑不好 再来个问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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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